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55天 天上的声音 你是否注意到 《圣经》是一本非常吵闹的书 智慧站在城门口大声呼叫 我们应当放声歌唱 在赞美的行列中 脑膊框框作响 耶和华要喊叫 大声呐喊 耶和华发声如中水的声音 耶稣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甚至连受造之物都劳苦叹息 在五旬节那天 门徒听到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今天的经文谈到从天上而来 或者声达天上的各种声音 《圣经》总是直言不讳 人生常有困苦忧伤 大卫并没有试图忽略眼前的困难 而是选择在困难中敬拜神 即便在深渊中 你依然可以确知神是谁 并全心全意来敬拜他 诗篇在结尾描述了敬拜的声音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 都赞美他 敬拜不止发生在地上 天上也有敬拜 当你敬拜神时 你就加入了天上的赞美 在本诗篇中 我们可以看到敬拜的三个层面 第一 敬拜是一种意愿 大卫说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你不可能总有敬拜神的感动 但你可以有敬拜神的意愿 敬拜是一个从理性而发的行动 第二 敬拜可以讨神喜悦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圣似献牛 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第三 敬拜可以感染他人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我在启发课堂上注意到 那些寻求神的人 常常被敬拜打动 他们的心 也随着音乐和歌声苏醒 主啊 无论境况如何 请帮助我在歌声中 颂赞你的名 用感谢来荣耀你 新月圣经 使徒行传 一章二十三节 到二章二十一节 圣灵的声音 五旬节那天发生的神迹 并非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已 这个事件带来的影响 持续至今 对你我都有意义 先知约尔曾经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你们的少年人 老年人 这其中 当然包括你我 第一 可慕经历圣灵 五旬节圣灵浇灌事件 凸显了三个真理 第一 它彰显了神的大能 使徒们听到 有大风刮过的声音 这并非真正的风声 而是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这声音听起来 好似热带风暴一般 实际上 这是神发出的巨大能力 是灵界现实 投射在物质世界的 一个可见现象 圣灵的希伯来文是Raj 直译为呼吸或风 旧约圣经中的圣灵 就被称为Raj 五旬节事件 应验了耶稣向门徒吹气 并让他们受圣灵 这个预言 其实 经历圣灵 就是经历神对你的爱 你通过经历圣灵 来感受到神的爱 这样 你也可以像 使徒保罗一样说 神的儿子爱我 并为我舍命 就像华里克所说 感受神的爱 是开展一切事工的基础 是每一次复兴 每一次更新 每一次觉醒的起点 推动所有复兴运动的 原动力是圣灵 圣灵通过让神的子民 感受 经历 并在内心深处 得知神的爱 来做到这一点 经历圣灵将帮助你 将储存在头脑中的 属灵知识 转变成内心深处的爱 第二 五旬节事件 凸显了从神而来的火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火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但这依然是灵界现实 投射在物质世界的一个现象 火代表了神的大能 圣洁和激情 凡经历过圣灵的人 都会拥有对神 新的火热和激情 第三 他凸显了从神而来的语言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门徒从未学过这些语言 但他们能清晰发音 以至那些地方的人 都能分辨出来 五旬节事件修复了巴别塔 所带来的混乱和分裂 经历圣灵能够带来教会的合一 一旦我们认识到 在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 以及五旬节派 等所有基督教派或宗派中 运行的是同一位圣灵 那么弥合分裂 享受合一 就能够成为现实 当时 人们对五旬节事件 存在三种不同态度 现代人对圣灵工作的不同反应 与此如出一辙 第一种反应是 大为惊奇 第二种反应是猜疑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种反应是讥笑 还有人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心就灌满了 第二 从圣经中寻找解释 彼得向大家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 彼得驳斥了错误解释 某些人试图给神超自然的大能 安上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们说 门徒可能太激动 太兴奋了 一直看上去不太正常 但这绝不是救后失态 而是深深沉浸在圣灵中 这是唯一一种 不会让你头痛欲裂 昏昏欲睡的醉酒 接着 彼得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彼得首先指出 这一切都是符合圣经的 明天我们将看到 彼得解释的下半部分 有些人把圣灵和神的话分开 这是错误的 因为启示圣言的 就是圣灵 既然圣灵在旧约中 已经预言了 神将浇灌圣灵给信徒 那圣灵也自会带领彼得 从圣经中找到证据 圣灵使人渴望认识神的话 主啊 愿向五旬节圣灵浇灌 这样伟大的神迹 再次临到教会 愿神的火带着能力 激情和圣洁 再次降临到我们当中 旧约圣经 撒姆尔记下 五章第六节到六章二十三节 欢庆的声音 在探讨庆贺的声音之前 先来看本段经文 提到的另一个声音 当大卫求问神 他是否应该主动出击时 神说话了 神先是说 你可以上去 但当大卫第二次求问时 神却说 不要一直地上去 你听见桑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速前去 这段经文的确切意思 不甚清晰 但它十分明确地表明 神呼召人行动起来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 只要我们一听到 神行动的声音 就应该迅速跟进 神将胜利赐给大卫 胜利之后便是集体欢庆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 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 和琴 色 鼓 伯 罗 作乐跳舞 这场面一定非常热闹 大卫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他在众人面前 跳舞敬拜神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伏德 在耶和华面前 极力跳舞 扫罗的女儿米甲 从窗户里观看 尽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 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大卫却说 我本该跳得更起劲才对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已拣选我 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贱 在这里 圣经提供了一个无拘无束 大声敬拜神的名证 本段经文还提醒我们 不要鄙视那些 在敬拜时真情流露的人 我们当然要避免装腔作势 刻意卖弄 但大卫的激情是由心而发的 这才是真正的敬拜 当然 我们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尤其是在启发课程的头几周 当新朋友对热烈的敬拜场面 还不习惯时 我们要适当收敛 但总体来说 你应该敢于在敬拜中 表达对神的激情和火热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主啊 愿教会再次被敬拜和欢庆的声音充满 在每一次启发营中 愿我们都能经历到五旬节那样的圣灵教官 愿这样的经历 能够带动更多人来敬拜 赞美 荣耀你的名 佩伯的补充 萨摩尔剧下六章十四到十六节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脚 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她 我挺理解米甲的 因为我也曾蔑视在集体敬拜时跳舞的人 但我应该放轻松 少一点拘束 多一些宽容 我不晓得以福德是什么样 看看大家在周日穿什么 就应该知道了吧 今日金句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